文化的貴寶 電視是依靠現代工業技術而形成的大眾娛樂形式 戲曲電視藝術片 是依據電視特有的藝術手段 以戲曲藝術為內容的屏幕藝術作品 由南方電視台和佛山粵劇院聯合攝製的戲曲電視藝術片 蝴蝶公主的成功 為戲曲的發展帶來了新元素、新機遇 是值得我們進一步的探究和思考的 今天請來了蝴蝶公主的主要演員 分別有女主角李淑琴、陸志鵬、桂華星、衛角和史劍光 光叔 大家歡迎你們參加我們這個節目《雙講戲》 不如一起說一下蝴蝶公主 你們05年的時候參加在佛山舉辦的第七屆亞洲藝術節 當時是怎樣呢? 其實很開心也很榮幸能夠參加亞洲藝術節 當時我知道粵劇是我們一台 也是佛山主辦的一個東道主 最重要的是我們蝴蝶公主第一次首演 當時是動漫 動漫月劇參加 你自己當時的心情是怎樣呢? 戰戰兢兢的 因為未試過演出效果 之前已經是很多時間在裡面排練 排了幾個月 大家有很多汗水 在大劇院裡面已經採排過 但效果是不知道的 首演那晚是真的很擔心 很擔心 亦都是這麼大的場面 亞洲藝術節裡面 展現自己戲的第一場 演完之後 放心 當時怎樣? 之前都很大壓力 因為這個亞洲藝術節 就是我們語劇 就是我們這個蝴蝶公主 剛才未演之後 因為由打節公演 以及參加這麼大型的藝術節 全程上每個人都很緊張 很緊張 很緊張 我們那班化妝 提前了整個的兩個小時 化好了 很少的 就在那裡選擇 看怎樣撿仔細一點 怎樣化好一點 那之前呢 因為你們的色 跟傳統那些不一樣 有沒有對過色 有的 重新調色 包括我們的化妝 化妝都是不同的 更加接近本色 沒有我們傳統戲 紅白那麼明顯 即是自然這種生活 那麼化妝差不多 不是 畫劇 接近那些 其實可以劇那種類型的 但是是畫劇和戲曲的一種結合 嗯 而且那些色彩都比較鮮艷一些 多種顏色去調配 嗯 其實當時是很擔心的 但是只要出場的時候 聽到掌聲 就全團所有人都放心了下來 聽到第一次的掌聲就 定了 定了 那更加是 自己 有信心去 將下面的戲 演出來 那你們排完之後 導演有沒有回來 咦?演完之後 不行 這裡不行 我們再修改 有沒有的? 有啊 我們是修改了好幾個稿了 然後每一次來 每一次演出都有請導演過來 重新執牌 是每一次喔 每一次演出 還有是再請燈光過來 和我們在現場 演出的時候調光 演出之前 我們每一次都找導演 重新去執牌 所以我們是 我們是當每一場演出都是最後一次 所以每一次我們都很認真 都會覆牌 不會說是調低了之後 那就算了 在廣東佛山舉行的第七屆 亞洲藝術展 共有二十個國家近五百名藝術家 參加演出 蝴蝶公主作為唯一參演的粵劇 首演亮相亞洲藝術展 充分展現出 中國嶺南文化的神魂 為來自四方的嘉賓 帶來了藝術的激情與享受 演出的時候有些什麼難忘的東西呢 演出難忘真是 我比較深刻就是 演出那個 即是未開場之前 其實每個人都很緊張 但起碼互相之間都互相督促 即是你沒有拿漏道具 對呀 這方面我覺得我們都做得很好的 特別江叔呢 我們就比較擔心什麼呢 他的眼睛不是這麼好 看不見了 一瞞境的時候 根本你 他總之完全是瞞著 你也幫著他 特別找人 要去進場 當他是一個道具 一個景 專門人 扶著他 他不動 反正 那個人扶著 因為我跟他走 他就站在那裡 是啊 我就會拖著他走 一關燈我就 動著手 有人碰到我 沒有人碰到我 他也不是拖著走 有時候幾個女生一起 是當他 我拖著他 即是有個推台 就把他推進去 特別 跟他一個道具 挺舒服的 雅三位是參演前一晚彩排 光索就 一暗燈 他一走 不想那麼吐下去 就是掉了下去 說我們整班人很擔心他 出事 就不知他沒事 他真的掉了下去 因為他看不到 其中有個Ti Cup 然後就不想那麼吐下去 嚇到我們整班人 是怎樣 幸好沒有事 因為勁力又要搶勁 有時候又顧不到 一下子 不小心 對 現在的要求 幾乎好像是電影 要求一斬眼 就立即要變 去了 對 例如一場 發夢的那場景 即是一到環境 一暗燈之後 那些工作人員 一推了出去 一打 將那場景 一推出去出去 一打光一看 糟了 原來如此 這麼闊的 我擔心 不要怕他 有驚無險 沒有說他踩下去 因為我們是沒有一刻報警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如果是 谢谢大家